大家好 歡迎來到英文傑新時代頻道 我是劉文傑 今集想跟大家說兩件事 兩件事都關於士兵各方面的事 首先第一件事是跟我們國家有關 我們中國某個島叫做寶島 大家知道寶島是生產草莓兵 寶島的士兵今次不是草莓 今次可能是大草等等各方面的事 當然不止這麼小的 這個寶島做甚麼事 他在美國被拘捕 原來在復兵期間 在暗網販毒賺了30億 這是陰間的數字還是陽間的數字 都大了 30億 我們待會一起看看 他怎樣賣法 是可以賣到30億的 OK 然後就跟大家說說南韓 南韓的兵 都沒有那麼草莓 真的沒有那麼草莓 起碼他們的訓練各方面 都似了一點點 但是南韓的士兵今次 都不是今次 之前都有試過練手榴彈的時候 沒有把手榴彈扔向前面 是 今次更厲害 不是沒有扔向前面 是沒有扔 是 那怎樣 自炒 兼攬炒 厲害 這件事真是厲害 他為何沒有扔呢 沒有扔都沒事的 他拉完保險師之後沒有扔 哎喲 那這樣是不是不爆的呢 好厲害 好厲害 到底整件事情 我們待會一起小小 不是 一起去看看 在影片開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好留言 訂閱文傑新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按鈴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大家經常都說 台灣出了草莓兵等等 又小膽又快又成這樣 大家不可以這樣說 不是全部我們中國台灣的兵都是這樣的 有些很大膽的 有些大膽到中間 很大膽的中間 要加個字下去 很肯大膽的 又好大又肯大的 那個膽很厲害的 做些甚麼事 他這一個台灣兵 草莓兵 他其實是屬於叫做交替代役的男兵 是 總之就是出去類似服役的兵 這個男兵 去了美國之後 厲害了 厲害了 當然我不知道是不是台灣叫他這樣做 去到美國之後 去到美國之後 就開始做販毒的生意 賺了30億 現在就被紐約那邊的警察抓了 恐怕他就是要被囚終身監禁 甚至乎 因為他的數量都不小 可能會被人叩咬也不出奇 美國的司法部與聯邦調查局 FBI 最新的聲明就是 他說 他們在5月18日 在紐約的金乃迪機場 抓了一個年僅23歲的台灣 我們中國台灣籍的男子 23歲 叫做林瑞洋 OK 應該是 林瑞洋的東西 他就涉嫌在網路上 創立販毒的網站 你都生膽了 販毒是別人生病的 你可以開個網站出來 喂 我這裡有料到 你們買吧 怎樣買法 用加密貨幣去買 即是 你都真的很公開 很公開 不是開玩笑 即是 你在網上搜尋出來的 已經公開到爆了 OK 他就提供買家和不買家 一個叫做 匿名的交易網站 根據官方的聲明就說 美國現在已經 是扣留了這個姓林的男人 林瑞洋的人 OK 一旦如果真的 認罪 罪成的話 最低 他將會面臨終身監禁的命運 是最低最少都終身監禁 所以我剛才所說的 爆了他這件事 是有機會的 是有機會爆的 不是開玩笑 所以他都真的要想想想怎樣 認命 或者求救 等等的事情 去到這麼嚴重 玩到沒什麼好玩 玩煩毒 但你明明在那邊 伏冰的 你還可以 整個平台出來 還要整個平台出來 怕別人看不到 大哥 喂 那裡有毒賣 這樣 真厲害 真的 怕別人沒有證據感 現在 故意露一些證據 給別人看 OK 綜合 外國媒體的報導 包括美國之音 美國的司法部 在他們的聲明稿裏 就說 他們本身是罕見的 是不止點出了這個 林瑞洋的英文拼音 就連他的中文名字 都直接被美國爆出來 曝光了 因為他不想有交易存在 他要嚴重地打擊這些交易 美國說 在暗網那裡 發現了這個林瑞洋 是成立了一個名為 匿名市場的網站 只要透過加密的管道 登入那個平台 就可以找到 成千上萬個匿名買家 或者匿名買家 進行交易 交易的商品是五花八門的 有冰毒 搖頭園 K仔 到海樂鷹 最厲害的是海樂鷹 都有 而且 有不少人還會偽裝儲方藥品 但實際上 寄去一些管制類別的毒品 的賣家 儲方藥品是假的 毒品 而平台幕後 以法老自稱的林瑞洋 他是一個非常有商業頭腦的人才 他不僅要求買家 要使用第三方交易的機制 亦只是接受加密貨幣的轉入轉出 希望避免被政府通緝 和留下痕跡 但是加密貨幣現在已經不像 以前加密貨幣這樣 加密貨幣現在可以追蹤 所以加密貨幣沒有存在必要 我覺得是沒有的 因為以前用加密貨幣不想讓人知道錢去哪裏 現在不是了 是追得到的 OK 同時 他們跟其他電商平台一樣 針對每一筆完成的交易訂單 收取5%的平台手續費 即是無本生理 厲害 根據美國司法部的聲明說 這個暗網創立在2020年 而直至今年3月為止 正是這個平台拆帳5%的收入 已經是高達新台幣 32億3千萬元 很多 非常之多 而這個林瑞洋 就被美國司法部指控他有很多項罪名 其中包括參與持續犯罪集團的罪 以及密貿反售毒品兩項罪名 一旦被法院判定他是有罪的話 他將會面臨最少終身監禁 除此之外還有很多不同的洗錢罪 各方面不同的嚴重罪行 那些嚴重的罪行最高仍然快20年 所以N那麼多條罪加起來 你基本上都是終身監禁 OK 台灣那邊 台灣對外部門也有一些說話 他就說 這個姓林的男子 的專長 就是資訊專長IT 他就是幫台灣那邊 就是匯合一些外交替代役的事情 希望他可以幫忙忙 同年 他在11月13日會派到聖路西亞 行正常 充分配合技術團隊的工作等等 退役之前也都是請假 5月18日離開了法國 5月19日就被英國那邊 就抓走了 OK 那麼駐美 那個叫做 領事館啊 那些他說 將會就跟他們 和執法部門等等 都會保持聯繫 關心一下那些東西 美國又關你事? 美國當然關你事 因為我相信 這個是美國的間諜 如果不是美國 怎會這麼緊張 這個人 非常非常非常緊張 OK 所以這件事 大家可以看看他到底 最後會怎樣判法 美國我相信他會插手 然後我們說說韓國 韓國 很多人都喜歡奧巴 但問題是甚麼呢 雖然他們很多人是去 服役的 但其實他們服役之中 都有很多不同的意外 各方面的事 拔了手頭彈的保險師 鬆手不扔出去 其實是台灣先玩的 但是你猜不到 韓國是清出於南 你想著他拔了你不打 你不扔出去 不是 他等在這裏 他就在這裏 他就自爆 你真是猜不到 現在這一堂事 就導致到一死一傷 我們看看報道 今次發生的事件的地方 就位於西中市的南韓陸軍 第32C 他就在21號的時候 在訓練期間發生手榴彈爆炸事件 這件事已經造成了一人是死亡 另外還有一人是受傷的 他說具體事發的原因 正在調查中 但連登已經調查完 連登仔已經調查完 連登仔就說了 他拔了保險絲之後 我們通常是這樣的 通常拔保險絲那些 在這些地方拔的 你不可以在前面拔的 你拔完之後 你就直接投出去 這樣投出去 但他不是拔完 不是拔完 就是拔完 砰 就是這樣 台灣那次做甚麼事 台灣那次是拔完 他這樣丟 你一拔就向後鬆手 嘩 做甚麼 笑話 搞笑了 是吧 就說了 事發在星期二的早上 9點50分左右 現場有煤的手榴彈爆炸了 一個正接受訓練的學員 就是重傷心跳就停的 當時帶隊訓練的排長 OK 那個忠視 雙手和手臂 亦都是受到一個極大的創傷 我想都沒有了 你幾秒之間你可以做些甚麼 是不是 你除非是把那個地壓下去 壓實 壓實那個炸彈 但是壓實他都會炸爆 所以他就克制了 這個叫做忠視 根據消防部門 警方和陸軍的消息 就說 有關的部門 在星期二早上10點 就多些接到相關的報案 兩個傷者都被送到醫院 他說這些學員 就將會送到這個 中國的大田醫院 其中一個 就是證實了不治 證實了不治 你這樣在後面炸發 你當然是不治 死定了 而他們的排長 就在武器部隊 首都醫院接受治療 你很明顯聽個名字 你都知道 差一條命 一個是武裝部隊首莊醫院 武裝部隊首都醫院 你一個學員是甚麼 大田 大塊田 一個耕田 一個有武裝 你相信誰 是不是 你以為每個都是周星期 那個耕田 一拳鐘 救了這麼有實力嗎 不是的 OK 韓國的軍方和警方 現在就說 在現場調查之中 認為 學員拉了手頭彈 的彈針 就是保險絲之後 沒有扔出去 留在這裡 然後又扔掉了 現在就說 陸軍向死者和家人 表示哀悼 你表示哀悼也沒有用 說真的 你蠢成這樣 好心不要去當辯 你內街坊 真的 完全吹到啤一聲 不知道大家覺得怎樣 你覺得台灣的草莫兵 是不是全部都是這樣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告訴大家 你怎麼看這件事 今集的時間就差不多 在影片完結前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 讚可留言訂閱 明健身時代頻道 記得按鈴鐺 大家就不會錯過任何一段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多謝大家 拜拜